前往最火的米饭手机壳 我们必须拥有它 真的很不可思议 用这个米饭都能做出手机壳 一定很拉风 大家来投个票 看我们两个人谁做得更好 我来做一个包仔饭 那我就来做一个比你更好吃的五花肉焖饭 先在手机壳上面打上一些热熔焦 这个我是为了黏上米饭 不要烫到手 刷着刷 我先来打一个酱油饼 不知道有没有小块跟我一样 喜欢吃辣味包仔饭 有着敲衣哦 在这角落里面我们来窝一颗鸡蛋 再来做一颗金色的蛋黄 妹妹你看我这个蛋饭 饭都掉光了 蛋蛋蛋 大家还是来看看我这个五花肉焖饭 多香烹 那是因为腊肠还没搞上去 你看我做这个腊肠的材料 这么好拉伸性 哇你们家的腊肠是过期的吗 长这种颜色都变质了 他一会 他甚至先吃 他就是这种颜色的 那你这个呢 你都把肉都盖起来了 看得到啥 那是酱不是肉 一点都不懂我的设计 没金色的人别逼逼 反正是让大家投票 看谁的好看 你看我把腊肠一片片拧上去 你这个顶多是火腿吧 那要不我改成火腿 不行 包仔放着包仔放什么火腿 你做不出来的 我一会画一画就很像 哎呦呦呦 反正形状就是这么个形状 你这是虎花肉 你这是QQ它 BJ 我这都还没淋上我的灵魂酱料 你急着啥 还说我你这看的是青菜吗 不是吗 绿色的 很像啊 蹄腐你绿的青菜 还吃了味正毒哦 还蹄腐你 像玉一样的这种青菜 你没见过吧 你肯定没吃过 我得把这个菜修饰一下 搞几粒发生 像老鼠屎 你家老鼠拉这种颜色的屎 对 我们家老鼠就是米粒 就是拉这种鞭 你看我这灵魂酱料刷上去 太逼真了 我这边的米粒也是粘的 乱 米饭本来就是这样 不规则的 最后刷上一层酿油 哇 超逼真 那我也要酿油 你这这么看 确实还挺像五花肉门放 怎么呀 我就说嘛 马上就完成了 我自己做包带饭 都没这么花时间了 你看你看 掉放了吧 这一点都不影响大渠岛 反正大家来投个票 谁做的更逼真呢 我投我 我请你们吃饭 投我 来来来 来来 来来 服用 你 你